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读孙子兵法,来读军事篇当中的第二部分 意思就是战术啊,不过是姬和镇,简单来说就是分战法,就是分兵嘛,分兵为镇兵和鸡兵来去配合着打,而且镇、鸡是动态的,可以相互随时转换 不要把所有的兵力都放在一块,不要把所有的牌一下打光,在战前就要分配镇兵和鸡兵两支兵力互为鸡角,相互配合 交战的时候呢,也不要把所有的部队一下子都派出去,一定要留几张牌在自己的手上,要有预备队 先打出去的是镇兵,后打出去的就是鸡兵,看到圣鸡出现的时候,再把鸡兵打出去,这叫出鸡至圣 我们用以前学过的一个案例啊,再从鸡镇的角度来去学习一下 先讲韩信的破罩之战,韩信以一万兵力,在景静这个地方击破了号称有二十万的赵国军队 韩信出景静口之前,赵军谋逝,广武军给主帅陈安,陈安军建议分兵 说景静道路狭窄,绵延百里,您给我三万鸡兵,我先去埋伏 等韩信进了景静这个地方,您深沟高垒,不要出战 我在后面绝了他的后路,断了他的两次,十天他就饿死了 把人头送到您的帐下,陈安军不听啊 陈安军说我有二十万的人意之师,我怕他干嘛 不用跟他搞这些轨迹,我们来等他来打就行了 韩信接到了这个谍报啊,陈安军没有采纳广武军的这个必胜之际 所以他才敢进兵,后来啊,韩信见到了广武军 他说,如果用您的计策我就被请了,当然这是客气话啊 他不会被请,因为如果赵军用了广武军的计策,那他就不会来了嘛 他就会想别的招了,或者就想等着他不打 这就是先胜后战,叫不胜不战 他知道了,谍报这个计策没有被踩大,所以他才来 韩信有没有分兵呢?他还是分了,离出进口还有三十里 他半夜先分了两只机兵出去,分配了这个任务,这个怎么打怎么打 一打清早呢,就出了紧进口,他先派了一万兵力,背水列阵 赵军忘了,看到了就打笑啊,他说,没见过这么列阵啊 我们一个冲锋不就把他冲到水里去了吗? 汉军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咱们背后是水啊,无路可逃 只有殊死作战才可以,所以呢,这就是背水一战这个成语的来历 两千机兵,半夜已经派出去了,清早呢,就把一万人的背水阵列好 韩信这个时候,才将自己的,把将的旗鼓,遗仗列好 自己大张旗鼓,药物扬威的从井进口出来,开始表演 所以我们看见,韩信把兵分成了三只,半夜先派出去 一只,两千人,背水列阵,一只一万人 自己带了一只,史实上没说多少啊 我们看哪个是正兵,哪个是鸡兵,怎么转换,怎么的 赵军看见韩信打将的这个旗帜和仪仗都红了眼啊 认为立功就在眼前,于是擒贼先擒王,开营出击 然后韩信接战 这个时候呢,韩信的兵力是一阵两击 一个正面阻挡的就是韩信自己带领的部队 那两只鸡兵,后处的就是鸡兵嘛 他自己带的那部队先打,那是阵兵嘛 那两个预备队在背着,背水列阵的是一只鸡兵 半夜派出去,但现在不知道躲在哪儿的是另外一只鸡兵 赵军有没有分阵击呢 开战前他没分,他没有分兵去堵那个进进口 都在大本营的里面 现在有没有分兵呢,其实也分啊 出营作战的就是阵兵嘛 没有出营的就是预备队就是那些鸡兵嘛 韩信的下一步就是把他营里面的那些鸡兵也给掉出来 让他空营 两军交战,打战两久 还是赵军人多啊 韩信看着好像支持不住了 这个时候呢,开始白退 而且退的比较狼狈 打将旗鼓啊,这些什么仪仗啊 旗鼓啊都被丢在地上 这是为了引诱赵军来抢 他把自己退入到了水边的军营当中 然后又率水军的那一万 水边的那一万人杀出来 殊死作战 这个时候韩信的兵呢 就不是一阵两斤,而是一阵一击 他自己带的部队和水边的预备队合在一处 叫镇兵 半夜那个两千人叫几兵 还没有出来 还在等待时机 时机靠什么呢 就是靠韩信丢在地上的那些旗鼓仪仗 赵军看见仪仗有两个反应 一个是已经剩了 韩信兵败如山倒 全被他们捏到了水边 再去冲一下 就他们就可以把汉军给弄到河里去为鱼了 第二呢,是战利品 得到了韩信的仪仗 这是巨大的荣耀和赏赐啊 要去抢功劳 这个时候神机出现了 这个时候鸡兵出现 赵军的鸡兵留在军营里的预备队 就倾草而出 这个时候赵军没有了鸡兵 他手里的派已经全部打出去了 但是韩信手里还有一张派没打 韩信等的就是这一刻 他的神机出现了 出旗至圣的时候到了 半夜开出去埋伏的两千军队 出发的时候呢 一个人带了一面 这个汉军的红旗 冲夺了赵军的军营 然后就干了一件事 把赵军的旗子给拔了 插上了汉军的红旗 最后这个阶段 韩信的阵机又是怎么来进行转换的呢 就是两千 鸡兵变成了阵兵 那打出去的就是阵嘛 没打的就是鸡嘛 阵兵夺了敌营 敌人败退 其实还没败 只不过心里败了 因为看满城的都是汉军军旗 要退那一退就真的败了 敌人败退 锁住营不能让他退过来 这个时候韩信水边的部队 就变成了机兵 敌人要来解决军营的问题 看后面有敲鼓的 自己的军营已经被插上了 汉军的红旗 老挝给端了 那就回尸夺回军营 这个时候韩信的部队 从后面追上来 赵军呢不得 前面进不去自己的营地 后面呢 有没有打仗的那颗心 于是就崩溃了 韩信此战破赵军二十万 斩了承安军 申请了赵往西 从这一战当中 我们就看一看 看到了阵机之用 韩信始终有阵有机 而赵军呢是有阵无机 如果赵国的军营啊 能有两千人背着 汉军的那两千人 其实也供不进去 但是韩信丢回机甲 甚至将自己的大将仪仗 都丢得满地狼藉 盈利的这些赵军就以为战斗已经结束 这个时候就要冲出去抢战利品 那不然的话就上不了公务部了嘛 以正和以激甚 故善出机者无穷如天地 不截如江河 战事呢 不过激震之变而已 但是呢 激震的变化不可慎穷也 激震相生 如循环无端 孰能穷之 所以说韩信啊 就是一个善出机者 无穷如天地 不截如江河 激震之变不可慎穷 激震相生 激可变震 震可变激 循环往复 没有手 没有尾 无复 可以转换 从镇兵鸡兵的方法 去看好多账 怎么打就看懂了 虽然没吃过猪肉 但是看猪跑也能看明白 就跟用足球赛来理解 真鸡之变一样 足球队里面呢 镇兵是谁呢 就是控球的人 跑位的呢 就是鸡兵 球一旦传出去 镇鸡进行转换 接到球的变为镇 刚才传球的就变为鸡 其实球场就跟战场差不多 到处都是 分分秒秒都是 鸡阵转换 鸡阵之变 不可神穷 三军之重 可是必受敌而不败者 鸡阵事业 兵法之所加 如一断头 软者 虚失事业 韩信破罩之战 再分解一下 战阵当中的鸡阵转换过程 一共转换了三次 开战前 雾阵 试一阵 两击 自己率阵兵作战 背水列阵 为一击 两前骑兵 埋伏 为第二击 第一次机阵转换是阵兵扬拜 退到水边阵地 与阵地当中的队伍合并一处 然后反身再战 这是一阵一击 背水阵当中的部队 就投入战斗 变成了阵兵 第二次机阵转换 敌人清朝出洞 敌营空了 两千伏兵 起来 冲入敌营 搏营换旗 这个时候 两千骑兵为阵兵 敌人想转身 回到自己的军营 不跟前面的部队打了 相当于韩信的大部队 在这一刻 从阵变为机 主战场就不是这里的人了 这一次的转换是机阵互换 机变为阵 阵变为机 第三次机阵转换 这个时候敌人退去 惊恐 指挥系统也乱掉了 圣机出现 这个时候韩信 就要出骑之身 大部队 从机兵 转换为阵兵 掩杀过来 获得胜利 所以我们看到了 阵兵机兵 不是一次规定好 谁是阵谁是机 而是随时都在变 彼此相互使用 循环往复 不断变化 韩信的排兵度阵 就是阵机之用 战争当中的武长 组长 就是阵和机 在战争当中 每一个战斗的单位 都有阵有机 从微观上来说 阵机就是战术的配合 不是一窝蜂上去打 而是有章法 谁在后面 谁在前面 有配合 有先后 所以孙子说 战事不过机阵 机阵之变 可甚求 阵兵机兵 并不是大部队才用 你看像项羽 到了乌江边 只剩了28级 28个骑兵 这个28级 也不是一起冲杀 而是分为两组 一阵一击 守卫相助 这是战斗的基本原理 我们可以用足球赛来理解 阵机之用 控球的为阵 跑位的就是机 球一旦传出去 阵机就互相转换 街道球的边为阵 刚才传球的边为机 阵兵攻到边线 对方中路出现空挡 圣机出现 这个时候传中 进区内的机兵转为 阵兵出其不易 攻其不贵 然后再出其 至圣 射门 球进 大概是这种打法 这个球场就像战场一样 分分秒秒都是 机阵转换 机阵之变不可胜 球 机阵相生 就像 还之无端 数能穷之 所以咱们研究战斗啊 就像研究足球赛 那别以为 这个出其至圣 就是出了七招就能赢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七招 其实就能几招 人人都知道 就是没有人能做到 那其实阵型 足球的阵型 无非就是532 433 442 还有铁桶阵 901 对吧 输几眼了 109 输红了眼 最后30秒 0011 全部上 战术不过 攻守平衡 中路边路 关键在于教练的 领导管理的能力 战术的思想 战术的一些 智慧 有源的体能 技术 经验 训练 灵气 不抓这个 没有什么七招 能让你得胜啊 足球场 只有11个人 就有无数的激震 项羽28G 也分为一激一震 小部队有激震 大部队也有激震 哪怕你有100万军 你不分激震 还是会败 再看一个战力 叫肥水之战 前情 富坚 率领 80万大军 发净 在肥水边上列阵 谢玄呢 只有8万兵 他派使者跟富坚说 你把军队啊 列在河边 我渡不了河 这样呢 咱们没办法打 你稍微往后退一退 让出点地方来 让我渡河 我和你再一决胜负 富坚同意了 他指挥军队 后退 军队的这个 后退的过程当中 后面的部队 不知道怎么回事 要退军 以为前面战败了 一退就乱掉了 谢权渡过河来 吹鼓拉朽 打破清军 富坚做错在哪呢 人人都说他 予不可及啊 那时候人家喊你退 你就退啊 富坚当然不会那么傻呀 他有他的算盘 他和富荣商量了 那甲同意谢权 退一退 让他渡河 但是呢 不是等到他渡过了 再跟他打 而是等他渡一半 然后呢 再掩杀过去 就把他们全部消灭在河里 京军根本没有机会上岸 叫兵半渡可鸡 这是教科书士的做法 没有问题的 那么问题在哪呢 问题就在于没有分兵 没有分鸡镇 特可以 你侧翼应该留意是鸡兵嘛 如果正面有什么问题 或者谢权居然上岸 杀过来了 这个时候 侧翼拦腰给他一击 他还是占不到什么便宜 那富坚太大意了 实在没有把谢权当围顺 他就想稍微退一退 赶紧让他过来 赌一半 把他们都按死在河里得了 所以就没有做鸡兵的安排 但是谢权有鸡兵啊 谢权的鸡兵是朱旭 朱旭本来是东晋的将领 之前和前情作战的时候 兵败被服了 他投降给了傅坚 傅坚用他为将 这是傅坚 所要灭亡的最重要的原因 他的性格就是用人不移 那宜人也用 他手下带兵的一半都是朱旭 这样的心怀意志的人 在肥水之战之前 傅坚派朱旭去劝降谢氏 朱旭得到了机会 见到了谢氏 跟谢氏说 秦军虽然号称八十万 但是还没有集结完毕 如果尽快作战 击溃秦军前锋部队 还是有机会打败傅坚的 这个时候谢氏 谢选得到了朱旭的情报 才赶紧安排快速打仗 傅坚指挥军队 往后退 后面的部队不知道怎么回事 谢选的机兵朱旭 这个时候就起作用了 朱旭大声惊呼 秦军败一 秦军败一 这个时候根本还没有打起来 秦军看到前面在退 听到后面有人在喊 心惊胆战 狂奔乱逃 这个时候晋军就渡过河来了 傅荣重马去贺制逃兵 结果运气不好 马师前提摔下来了 还被晋军给杀了 秦军就真的崩溃了 这就是镇姬之变 这一段里还有一句话 叫兵法之所加 如以断头卵者 虚实事业 就是以食积卵的虚实之道 因为在试骗以后 还有一篇叫虚实 这就留到下一篇再来去讲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 我们下一期和大家讲军事的最后一个部分